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1年上映的美国犯罪动作片《战略特勤组》 讲述的是一个在城市中安装炸弹的恐怖分子的故事 影片开头 一名叫做史蒂芬的恐怖分子发布了一段影片 表示在美国的三个不同城市安装了三颗炸弹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就会引爆炸弹 现在距离炸弹爆炸时间已经只剩四天 很快这件事情就被各方新闻报道 中情局特工海伦正在紧张地调查此次事件 军方把海伦带到一个秘密基地 原来他们早已经抓住了史蒂芬 各方专家在用各种方法进行审问 军方还请来了谈判专家亨利帮忙 但亨利走进审讯室却把审讯人员打倒了 最终被赶了出去 海伦认为军方采取的暴力审讯方式是非法的 但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 也没能从史蒂芬口中问出任何线索 军方依旧采取暴力审讯 审讯了许久 还是没有结果 最终还是决定由亨利参与审讯 亨利要求带上海伦做助理 亨利开始了对史蒂芬的审讯 先是直接了当询问炸弹的地点 史蒂芬当然不会答应 没想到亨利接下来的行为更加残忍 他直接用消防服砍下了史蒂芬的一根手指 他的举动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军方不想再让他参与审讯 但是上级表示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 亨利继续使用暴力手段对待史蒂芬 海伦不同意这种做法 但又无法阻止 只能在每次审讯过后 进去对史蒂芬进行人道主义关怀 轻声信语地关心询问 但是史蒂芬软硬不吃 始终不肯说出炸弹地点 而且他说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就会引爆炸弹 但又始终没说要求是什么 这天为了让史蒂芬保持清醒 亨利对他使用了电机 亨利去和妻子吃饭的时候 史蒂芬睡着 于是审讯人员启动了电机按钮 眼看史蒂芬就要无法承受 海伦冲进去救了他 海伦愈发觉得亨利不正常 还质问他的妻子 怎么和一个这样不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 没想到妻子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他的家人被几个平时看起来很正常的邻居杀害 海伦无话可说 终于在亨利谈起孩子的时候 史蒂芬开口表示要说出自己的条件 他要求总统发布声明撤军 显然上级并不会把这样的要求传达给总统 只能继续上亨利进行暴力折磨 上级经过仔细讨论 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炸弹 海伦前去与史蒂芬谈判 说他所谓的炸弹其实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就说出一个地址来证明 经过海伦一番动情地说死后 史蒂芬终于痛哭流涕说 根本没有炸弹 只有空弹壳 并说出了拍摄恐吓视频的地点 军方立即派人前去探查 虽然的确是视频拍摄地 但海伦隐约觉得不对劲 他们在楼顶发现了一张史蒂芬的照片 没想到照片一拿下来就启动了一枚炸弹 不远处的商场中一枚C4炸弹发生爆炸 虽然并不是史蒂芬在视频中所说的原子弹 但是依旧死了53个人 海伦气愤地回去质问史蒂芬 但现在史蒂芬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距离炸弹爆炸的时候只剩三个小时 亨利已经快要崩溃 但还是振作起来继续慎愤 终于他们找到了史蒂芬的妻子 让妻子询问史蒂芬依旧不肯开口 亨利决定对他妻子用刑 大家都不同意 亨利却还是当着史蒂芬的面 割断了他妻子的喉咙 做完这一切的亨利也崩溃痛哭 但是为了拯救千万神的性命 不得不继续慎愤 亨利决定用史蒂芬的两个孩子 逼迫他说出炸弹地点 大家都认为亨利会再伤害孩子们 所以决定不同意 可是现在也别无他法 两个孩子被带进审讯室 史蒂芬看见亨利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终于崩溃了 哭喊着祈求不要伤害孩子 并说出了炸弹地点 但是亨利还是不肯停手 所有人都认为亨利疯了 直到亨利说出还有第四颗炸弹 上集立即要求带回两个孩子 继续审问 亨利却要求海伦亲自带回两个孩子 他要一直坚持神道主义精神的海伦 在两个孩子和无数孩子之间 做一个选择 可海伦还是没办法亲自动手 亨利放开了史蒂芬 决定不再身份 上集却持枪逼迫亨利 必须继续下去 史蒂芬突然站起来抢走枪 最终引弹自杀了 海伦安全带走了史蒂芬的两个孩子 军方也成功拆除了三颗炸弹 可他们没有看到角落里 另一颗炸弹的倒计时已经结束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